在地最美的專題丹湾 要帶鄉親去實施一些 即使要大家做過來保存和提供的 各部級傳統記憶 來看看六港町二雲齋 立宿猶豁 南館主題班 是如何都立法用這個傳統的音樂 你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真漂亮的音樂聲 這過時都是鳳梨聽的聲音嗎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 我們台灣的國寶 我們八十八歲的郭老師 來唱這個南館 找這個南館的曲 讓大家來聽喔 南館是中國很傳統的音樂 美妙的角色由他們的手中招出來 這一刻讓人忘記了時間的流行 一就是鳳梨齋的國寶老師郭映芙 今年八十一歲 不管是美媒還是什麼都很精通 就怕南館是團 老師現在想得到他的問題 就是十一歲的黃玉祥 十一六三年 這南館你有什麼收穫 音樂細胞會比較多 靠音樂細胞 小孩如果要學習很快 我如果要出去流行 他在唱 如果大家打破我的音大聲 好 學員為學習 字 曲 破 來實際南館的油味 以及了解歌手當中 所要團達的意思 其實這個南館的曲破也很重 叫做什麼南館曲破 也是公尺破 那是這個嗎 你是誰跟外國企刀 真清楚立文 又真像是外星人的文理 不過真可笑的是 補準料不是很好 因為過去我們環境不好 那樹林 老虎 就要拌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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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說差不多十幾分 所以說這個很珍貴 這個還沒去就沒去 現在這裡有水 有蟹有泡 我們現在已經不敢用這個來練了 如果想一擦 他就可能風吹了 他就差不多判掉了 傳統的入獎 世界四角文化的一部分 需要少年人來加力 一代一代的團生下去 也讓南館文化不來調整 大中華新聞 林郭英 特朗 蔡宏 全民調 一代千換 一代千換 兩代千換 一代千萬